這個問題他提到說金屬原子的離子化傾向比較大著 易形成離子 離子化傾向較大著 那現在他要討論的是一個金屬 那他現在問你說離子化傾向較大的金屬原子 效率敘述哪個是正確的 好 那我們先搞清楚一下這個金屬跟非金屬的差別 好 金屬跟非金屬他們本身啊 金屬就比較容易濕電子 那非金屬比較容易得電子 好 原因是出在於我們看一下如果有一個簡單的周期表 好 那金屬跟非金屬的分佈大概可以這樣分 這邊是金屬 這邊是非金屬 好 那這個惰性氣體我們就不考慮他 好 那金屬跟非金屬的分佈是這樣 那填電子的時候啊 我們這邊的電子數比較少 這邊的電子數比較多 所以我們如果要傾向於惰性氣體的電子填滿的狀態 那金屬就會傾向於把電子丟掉回到上一層全滿 那非金屬就會比較傾向於去多獲得幾個電子去填滿 他的那一組的電子數就會跟他旁邊的惰性氣體的電子數一樣多 所以這邊會傾向濕電子 那非金屬會傾向於德電子 好 那這個濕電子啊 濕電子的概念就是氧化 所以金屬容易氧化 所以金屬容易氧化 那得電子的概念就是還原 所以他就是容易還原 對吧 好 所以你就可以做一個簡單的這樣一個比較 那我們就可以選出答案了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考慮的是誰 他說容易離子化傾向的金屬 所以我們現在要考慮的是這一塊 好 容易被還原 不對 他是容易被氧化 所以錯了 容易被氧化 對了 容易失去電子 對了 容易獲得電子錯了 所以我們要選的就是B C 所以我們先去看 C C